段落調整 除了字緣以外 我們在文書編輯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段落 那要特別注意我們之前所提到的是 盡量一段文字 是一個Enter 如果你沒有按照這種方式去做的時候 那你在調整字緣或段落的時候 你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們簡單來舉例子 首先 我們這一段 這篇文章 這個段落 假設這是 一段 我們用一個Enter來代替 我們可以設定什麼 目前預設是靠左對齊 你可以自中對齊 靠右對齊 這些都會 正常 那如果你在其中一個我只是為了我 自己目的需求多按了一個Enter 你就會發現說 那 前面這個 就完全 沒有辦法 依照你的需求 來做調整 比方說像這裡 好這兩個是靠右啊 那我 我把這一段 靠左了呢 它不理你 除非你要全部這樣選到了 你再 一起做 靠左對齊 它才會理你 那是因為你把它選取到 那正常我們 游標到某一個段落 你連選取都不用選取 你就可以選取 靠左靠右 置中 好所以記得 一個 一個段落一個Enter 這個概念 非常的重要 不是 到某一個地方 我 想要利用Enter來做分界 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那段落裡面還有其他的設定 在格式裡面有段落 包括 左邊界右邊界 文字之前文字之後 然後你可以設第1行 然後這邊是翻譯的問題 什麼叫文字之前 事實上就是左邊界 好看得到這是左邊界 這個文字之後就是右邊界 然後第1行幾個字 你可以選擇 比方說我要兩個字 這是 兩個字之後它吐牌 那你要不要設自動讓它調整 設了以後它就會自動 依據你的需求去做調整 然後 與前一段的距離 以後 後一段的距離 在這裡調整 行距 你可以依據你的需求去調行距 行距離 行距離相等 要不要啟用這個設定 有這些可以調整 然後對齊 靠左靠右字中 都有 文字的屬性 你可以設定 換行和分頁 看要怎麼處理 看要怎麼處理 依據你的需求去調整 亞洲版面這沒有 大綱 樣式基本 亞洲 亞洲語言 排版樣式基本上 我們就按照預設就可以 除非有特殊需求去調整 大綱有文字編號 一般我們 預設就是 輸入的時候就是本文 樣式編號 目前是5 定位點 好這裡定位點要特別說明 那我們有時候會常用定位點來做 那個對齊動作 你需要的是哪些 功能 滑鼠去點就好 自首放大 看需不需要 這個功能 邊框 這也可以做邊 段落 每一段落 很需要不要 把它設邊框 區域 這個 還蠻常用的 之前也介紹過 要不要給它設閃 這個段落要不要給它設閃 假設我給它黃色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確定 它就整段是黃色 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調整 格式裡面的 段落 透明 這一樣 如果設了剛才我們設了區域 設了 顏色 那你還是可以給它 我們用紫色 然後透明度你還是可以給它 你看這樣就比較沒有那麼紫一點 這透明度區域跟透明度 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調整 那這些功能 你一定 在使用文書處理的時候一定要 非常非常的熟悉 去了解它 去 練習 這是屬於段落的功能 想說 發生 敏